大家好 我現在要彩頭 喜鳳梨成立祝福 祥詩縣瑞 縣上好彩頭給高雄市長陳其邁 高雄高宮附設立體停車場 20日舉行動土典禮 為滿足輕軌及防線停車需求 市府投入5.9億元 為灣址內及寶珠里一代 興建一座地上五層 可停放470輛小行車 及200輛機車的智慧化立體停車場 改善當地幾十年來 停車供給不足的問題 停車場是配合哲倫的行見 所建的停車場 我們也要感謝楊校長 因為我們剛在理由高雄高宮的堆 這堆在這附近 是後面的高雄的精華區 包括輕軌的經軌 防線有這些經軌都在交叉 所以三民府 現在我們的健康路 未來 如果黃線一直塞 就塞到中間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的職棒 現在學家也要來 我們折批給那 陳其邁表示 捷運輕軌四線齊發 輕軌成員 捷運黃線成員指日可待 尤其大順建工路段為雙黃交叉點 看好三民區未來發展 隨著高雄發展重心 北宜捷運路網興建 以及未來更多人口移路 地方出現停車空間需求 市府展現解決問題的破例與決心 盤工程如其如子完工 高雄市的哲論 我們不是說跟黃線 現在的近年底就要重工 包括黃線現在到路上 現在已經開始重工了 近年底如果順利的 黃線的延伸線到延伏 這條順利也會趕緊重工 清軌我們的環狀線 最後一里路就是我們 這個大順路這段 這美年度的完工 所以四線齊發 這輪的興趣很快 就讓我們的包括清軌成員 我們黃線未來也會成員 所以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雙環交叉的一個地帶 隨後陳其邁和宇惠嘉賓提起 精彩起敲三彩完成動土儀式 祈求工程順利圓滿成功 高雄高工附設立體停車場 預計配合清軌成員通車時間 於112年底完工啟用 滿足當地和未來清軌 C28 C29站與捷運黃線 Y8站轉乘停車需求